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又說二 鏡花先生 贏者 上星期說完兩套四天王 再加上一些奇形怪重的藍梁 那些是Horse 那些是武林高手全部合起 一個武林大會開動 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還是武林低手 其實是好的 你對比起一些水平沒有那麼穩定的那些 你都會覺得 你對比起那些 他差不多 今季神作 老實說一句 我看完某些動畫之後 看回四天王 我覺得 其實四天王你抱著這個 寬樂的心態 其實都挺好看的 不是挺好看的 我覺得是還沒到的 但又不是很難到那些 那些王級的那些 你錯了 在前面那個太難看 令到你四天王挺好看的 陰公主 或者這麼說 現在觀眾對一些作品的期待 並不是看他的劇情走路 或者是什麼 通常是一些雀眼點 就會覺得 哇這套應該是會好看 而會抱著一個極高的期望 因為前作 或者原素上 應該穩打穩折 不會死人的時候 我發覺是雷到爆的情況 你會發覺 期待落差太大了 第一套要說的 其實都不雅於 在他的爆死程度上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一開始是爆死的 但後面那個結局 完全是火星不 那個叫什麼 Heaven's Fall 那個情況出現了 我覺得這個動畫 都真實感受到 什麼叫Heaven's Fall 我們第一套要說的 就是 Aphonic Zero的耳櫃 火星世間城 AG也是一個火星 這個火星也不是他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一季 虛冤在頭幾集之後 就已經是收了手了 其實就是 他只是交了一個原案出來之後 其實只不過 冠以虛冤原案的名字 這套東西 就繼續這樣去溫下去 沒錯 虛冤都非常快手地割了一隻 知道有些劇本不關我的事 死什麼人都不關我的事 其實你見到他 虛冤他本身 他又想直撈一些 就是海報 海報他也是主筆 但之後他中間 可能會安排他自己的名 或者是朋友 幫他寫一些雜數 中間主要過程 他又飛著 這套不通 他開了一個波之後 後來你們也能寫的 他不會理會 很少可 虛冤是在 這麼多套 他有掛名的作品裏面 他這套是割製得特別快的 很明顯的 因為之前那些掛名 都叫做 要不就合寫 要不就投尾他寫 這一套是頭三集寫完 就已經走了老了 現在 他當時還說 我最順敗裝甲騎兵 我想寫到女子妹機嫌作品 頭三集都是裝甲騎兵的 不過我們都是說的 第二季 因為第一季 那個位置 其實仿照Cook Gears 最後的情節 當年Cook Gears 是解不了的 其實現在 他就算出外傳的 《亡國之什麼鬼》 那套東西 繼續出現的時候 其實都是避開這個問題 在第一季裏面 最尾那集 避開槍的所有人 全部在第二季開頭 全部沒有死 這個也是這樣 不過有一個是正常的 當然開槍的人 當然不會死 被開槍的三個人 在第二季裏面 都是沒有死 那個位置其實 我是覺得很詭異 公主是被 Headshot 他也是被Headshot 其實是 他根本就是Headshot 被這個東西 穿了個腦 接著 那個八爵 身中 我記得在第一季很清楚 他是身中 起碼四五槍 這樣中法 就算不中頭 你都失血過多而死 但是他也是沒有死 這個是避開要害 我講的是 失血過多 避開要害 你說多說火星 看得出論中 還是不同 你說這個理由也好些 我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尤其是他一開始 他已經是說 第二季開始 十九個月之後 地球軍和火星軍 還在交進狀態 我其實有懷疑過 寫這套東西的時候 原案其實 他的政治架構 是很重的 你看到就是一開始 之後所有的角色 出來之後 他們的官階不同了 他們的身份不同了 但是呢 中間發生過什麼事 令到他們的身份不同了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其實很明顯的 因為 有小聲發揮一個政治器的 後面火星那邊 白毛那邊 都有去升作八爵 那些東西 其實很明顯看到 那個格局都在那裡 其實這裡最嚴重的 其實是地球軍 伊奴凡那邊 無緣無故 升了做少偉 我覺得已經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 機人片裏面 少偉這個角色 一向都是被些A死 但是地球軍最好笑的是 我一直都在想 地球軍打來打去 第一季都是 其實只有戰艦在那裡打 所以 反而我就在想 第二季一開始有些期待 看到地球軍好像有點像 現在 是真的有一隊艦隊 出去打 是不是有些看頭呢 開始會 其實他那個膠著狀態 一致 記之曰 他講的問題就是 什麼呢 火星軍 和地球軍 他們都是沒有實戰的經驗 而呢 兩班沒有實戰經驗的 不專業的軍人 在兩邊開拖 你不怪得他 這一場是一場液餘水準的 星球戰爭 所以一開始 我們將它當成一個很雲大的 星球戰爭 其實是我們錯了 經過一季之後 其實在地球軍 拿到這一部 戰艦裡面 的所有成員 其實基本上 全部都是A死的 為什麼他們是A死的 因為他們打到現在 他們都沒有死 那他們就很有經驗 所以這個殘掌戰艦 在火星上是很強的 好像有壓倒性的 置停在火星那邊 但是他們竟然可以 在這麼多場戰爭裡面 都靠奇策去生存 本身是因為 這部戰艦持有 這個Arbonnet System的幫助 底下 而令到就是說 他們比一般的地球軍 的戰力更加高 但是當然當然 就是艦之下 只是一部南鐳 坐飛機兩面 全部都是地球軍的 戰艦 封瑩 其實一開始又回來了 伊奧凡又回來了之後 你是完全理解不了這個設定的 在一季裏面我們不知道的 阿邦凡的系統 怎樣成為阿邦凡的系統 這個口水和血 如果根據他們的揣測 伊奧凡因為跟公主做過這個人工呼吸 沒錯 而有這個體育上的交叉感染 而論至他感染了一種叫阿邦凡的病毒 這種病毒感染初期是不會讓病毒有活性化的 然後再碰到他的血之後就會活性化 這是很難解釋的 你有沒有發現你剛才把名詞阿邦凡的 變成了愛滋病 整件事都覺得痛的 其實這個很明顯是吸血鬼 咬一口之後再給你血液就變得死痛了 很痛苦的 我覺得這又有點合理 如果老實說 是這麼簡單 可以奪取到這個阿邦凡的能力的話 火星版騎士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他們都說到是血物的問題 放個國王在那裡 你嘴他一下 然後捅他一刀 搞定 其實可以大量繁殖的 你抽了都沒所謂的意思 他要擔心到很多都不給你 這個俄國都有一個計劃 就是把普基的恩子下來 這個都是放在後下 不過算吧那些火星黑科技 幾乎就最後都沒有解釋過任何東西 地球那些其實都分析過的 他都補過說 救過阿邦凡 抽取樣本之後 最終能夠 touch wood 去激活這個能力的人 都只有邦凡一個人 這就是主角威能 橙色的阿邦就是這樣來 不過主角威能的人 我覺得反而是電腦眼的東西 這個真的非常厲害 告訴你 其實是很有趣一件事的 我們在第一季裡面 我們知道的就是 他能夠激活機械 令到他產生不可思議的能力 但是這個能力 一直沒有說過 是跟人有關係的 當然你說 你要強行爭通這件事 就說 伊奧凡是機器來的 他只是激活著那個機器的能力 你自己投放進去 他會卡進去的自然其他方法 然後他就可以控制這個腦電波 去令到機器的運轉用多少多少少 用機器去收集這個情報 再用他自己的大腦 不會使用到的腦細胞 就去將這些資料做一個分析 然後跟著作出這個戰術的預測 問題是李共神 其實你應該很厲害了 你一隻電子眼都可以的 你應該是超人 應該說他要收集數據 那隻電子眼就是最佳幫他收集數據化的資料 由他大腦去做一個整理 形成一個超級戰術預報 我姑且解釋他唯一一個Google Glass的進化 好像Google Brain 不過我覺得最厲害的是他有千里爾 他聽到宇宙的東西 這是他最厲害的功能 他的眼睛是黑科技來的 他可以在地球看上去太空裡面看到 有人在打架 你這個不是天文望遠鏡啊 他可以將一個天文望遠鏡 微型化到這個地步的話 為何地球軍的裝甲還是這個樣子 我真的想問一句 其實有一個技術叫做地球軍為何會輸 有一個技術叫做地球軍為何會輸 因為其實一季裏面沒有去描述過 伊朗凡在機械工學方面 他有多厲害 我們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他是冷靜到 他客觀分析就是所有東西 就算有顆子彈射到他面前也好 他都可以用一個雲觀的視野 去分析這個戰況 但從來沒有說過 他機械工學很厲害 你第二季就崩出了這樣的設定 他將他觀察力那樣東西 即是所謂我們第一季覺得他是觀察力的東西 再推高那裏 因為有電腦的幫助 所以連機械工也認識 這樣 其實是錯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過一個重點 就是真是打槍鞋 當然如果你以後 變成槍鞋贏了之後 沒有東西看過了 當中裏面 視乎太多東西沒有說了 其實他不是我第一季看的Evo 我甚至一開始 我第一季的時候會想 阿棉坦他應該是有些bad story 就是過去的故事 說一個人變成這樣 最後看完最後發覺 原來真的沒有 他跟他家的心 挺好快解釋 原來他天下棉坦的 當然你說這一邊 其實他是說得不太大 火星那邊也都不弱 其實火星那邊都是很強大的 首先就是偉大的史萊茵先生 他在第一季先射了一個八卓五槍 然後再跟那個八卓說 我們救公主回去 我們當武士化身高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火星人真的很特別 他被人連掃五槍之後 他嫌他一絲痛苦的表情都沒有 然後還很冷靜地跟他說 原來還可以拿機械一起走完之後 我覺得沒得輸了 所以我跟他說 火星人身體透過地球人不同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他將一個射了他五槍的人 然後以後收他為效忠的人 不只收為他做養子 但最後再給他射多兩槍 所以這個一直在做的事就是被人射槍 那個位置是很難理解的 本身一季裏面說其實 八卓是希望公主死了 其實他是 而你開這個盆口出來 那個意義是什麼呢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盆口就叫做利用公主 但其實如果你視乎塞茵的個案子 他沒有可能會是為了利用公主 而這一點八卓應該是心知肚明 當然你說 那位唯一爭辯的就是 什麼呢 斯諾欣想救回公主 如果要動用醫療技術的話 就要藉著八卓的權力 他不知道是不是有想到這麼深入 我當他是有想到這麼深入 所以就要跟八卓做一個交易 對 卡樂八卓可能其實一開始就迫上 因為他不做不行 就被人射死 然後又覺得 此外英國界話 WOW 對 或者入九申請那些 又覺得這個養得改這個債 可能不行 對 對 接著就 叫做 成為了 叫做平暴青雲的一個契機 還有玩了這個 按塞培育 不是 在一個屏裡面而已 沒有按塞的 OK 那就按平培育 火星那邊都是崩了很多東西出來 首先崩了一個第二公主出來 這個細尼 十一季和 完全沒有 老星的小率一樣 無法崩出來 我也想起 立刻想起這個老老弟弟 立刻想起這個設定 又來未 是完全沒有講過沒有復筆的 沒有任何的復筆底線之下 接著八卓一早已經收留了這個公主 很難爭得通 就是那個八卓你說 如果他是第二季出來的話 我算 因為你第二季才出來 但是八卓是第一季帶到現在的 我完全明白第一季會用不住這個妹 其實他用的那些計劃 假裝公主的那些計劃 其實要第一季用 我覺得他沒問題 我不理解 為何突然一個妹要 突然出來 第一季公主要用系統的問題 因為他地球人沒有這個技術 他假裝問題 但是火星 火星那天有這個技術的人 但沒有人去釋破這個真心偽像 有沒有搞錯 你們這些 我覺得你說這個設定 其實甚至他應該由第一季已經動用了 地球那個人就說公主在那裡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說 終於算我救回公主 你做一條片出來騙我們那些鬼道騎士 大家那些鬼道騎士不要相信他 那些變來變去的變身 其實第一季公主已經會用了 第一季都有表演過這個 投影cosplay法 這條橋根本就用得了 其實都很奇怪 明明投影cosplay術應該是 整個火星都會用的東西 為什麼公主就在那裡 沒有人質疑過是否投影cosplay 我真的理解不了 這條橋根本就沒有了 本身Urufa已經升級了 斯台欣又要升級了 對比什麼呢 精準的預測 就唯有就是什麼呢 預先先讀 先能夠可以抵抗他的能力 斯台欣的機體就是叫做 預知 你可以說預知幾秒 他就可以做到這個 穩石間飛過 就用白色衫配速 就被其他藍都飛快地打了 我會這樣說的 在這一套東西裡面 唯一叫做值得還會給分 我覺得是真的好看 就是真的機體間的戰鬥 那個位置是做得很足的 在這個位置裡面要撇除兩點 第一點 就是這些鬼道秘書全部都是白癡 那這個是有Default的設定 你說他們是不喜歡的軍人 那是正常的 他是一條謎題 究竟怎樣才可以破解分身能力呢 我給你三秒時間 三二一你答不到你就會死了 全部都是這個個案 其實是一間有一關的遊戲 在打這個大佬 就有一個弱點 然後才打破這個弱點 你就打得贏了大佬 這班火星騎士大體上的所有能力 其實是傾向防守則 多於攻擊則 因為他們全部的能力都是什麼呢 他們一定要先決條件 那些子彈打不進去 沒錯 而那些子彈打不進去 這個能力 其實絕對不是一個合格的能力 火星騎士他們是 堅持得很厲害的 基本上每一個小隊 對著一個新的鬼道騎士 他們都說 那些子彈打不進去 基本上那些火星騎士們 這個東西都沒人 但是他們也不回應 又只能打不進去 就這一拳就會走 成功分 射不了 射不了 射多射都會 射了 兩邊都是一樣的 在機體戰爭裏面 唯一你說最亮眼的那個位置 其實 你真是說Yurofen 他本身操控機體的時候 其實你真是看到他用機體 其他機體 Then 你便見他同裝備 同一個製式的裝備 因為他本身都是說 全部都是量體型機 他沒有任何特殊的能力 你見到就是運用機體裏面的各種裝備 是只剩下這套帆帽機 當然你找一個主角同仁1VS1才會用得到的 所以其實唯一最好的是在這裏 你見到就是他很多時候一些外加的裝備 你會見到他怎樣用出來呢 其實我覺得是 那裏是做得好看的 無論中間裏面的射擊戰 或者是他拋物線軌道 去轉移自己的角度 甚至去到最後大戰 不停抽到 他是做到那個什麼呢 火星的機體和地球的機體是有這個 戰力上的差距 質素上的差距 你見到就是這套帆帽機是 跟他隔一劍 就斷一把 就要拿一把新劍出來 再跟他演過 這些細節是做得好看的戰鬥 其實簡單說一句 這個好看都是 建基於是 因為你要寫一個主角聰明 這個我已經不想說面炭了 我說白武了 其實白武的所謂聰明 都只是我覺得是學了面炭的 他會耍少許小聰明 人會想地形 人會想戰術 那就聰明一點 但是怎樣令到那個角色聰明 就是身邊的人全部都很蠢 他就很聰明了 所以說一句 其實就只是 角色要需要聰明的關係 便可以拖掉其他人的水準 好的地方 作畫都好看的 相比用一些機設計 都沒有抓到那些作畫的 看機械人作畫的 而你說故事走向裏面 雙向 剛才我們有說火星那邊 其實最主要是說施來人 就是他平暴青雲 但其實你說兩邊的故事裏面 其實他們裏面那些所謂的政治器 如果地球那邊 他的走向是變成做什麼呢 他變成一套洩 一部大天使號派來派去 但是個個都大天使號 全部都是當棄子用 但這部棄子怎麼棄住都棄不到 很豐富的 不知為何 又要好用 又不捨得不用 但又要給他 就不是很想完全明白 有幾場 有幾場棄子 扔完就算了 回來後 竟然下一場你又去 就死了 這部棄子這麼好用 多少棄不到 表面化了就是 你完全是一套CD之流的 那種劇情走向 當中地球軍他們經常都說 就不想去理這一部 將這部棄子全部都棄在危險的任務上 但究竟為什麼呢 如果作為一個研究者來說 我拿到一部黑科技的材料 這部就是火星的技術的結晶之一 我好帶都是什麼呢 我拿它來研究吧 我勉強也有研究過的 他有講過說 將那些火星的因子 的能力 而立刻任你身上 但最後失敗了 不一定是基因 你可以補裝 你不一定 剛才的系統 你拿不到 你那些武裝的火砲 你拿出來用也可以 但他沒有現實做這些 金屬呢 那些裝甲呢 你拿出來用也可以 我覺得也未必爭得通的 其實你看到 在他們裏面 其實他們的絶對差 在於 就是阿波那系統 吹動出來的特殊能力 能夠遠遠凌駕於 一切的軍事裝備 而他們的軍事裝備 其實在講的 應該說 無論財質那些 其實差不多 你看到大家都是一炮 可以打LUS 你用BB彈都可以打LUS 那些財質不方便 可以去哪裏 人家的財質不方便去哪裏 人家兩邊都窮 不是 後期第二季的兩產機 是滲水工程都做出來的 第一季沒那麼怕 一槍射爆 第二季 兩年之後更加窮 兩邊都沒有資源 兩邊都 當然 工地沒有資源 所以偷工教你也做些 剛才我覺得 鏡花那樣是很有道理的 這套東西 唯一突顯兩個主角的聰明 是將整套作品裏面 所有的角色 的智商降低 即地球軍那邊就是什麼 為了彰顯這個伊奴凡 究竟有多厲害 能夠壓陣 所有地球的智商 全部都是無路的 老實說一句 我看到後面才發覺 原來地球軍 不止一本戰艦 在最後 原來達入這個月球作戰 也有少少用的 不是 其實最差 跟著他身邊那兩條女 至少都沒有什麼 中國說 最恐怖的 我想他們打了那麼久 情長 這部升 沒有情長 我覺得 不關事 你說韻子也好 他們作為陪伴在主角的身邊 其實叫做什麼 默默地支持主角 我沒想到 這個背後的女人 一個男性 那個男人背後也有一些人 你也看到他們 擔當了這個角色 是呀 別人的麵彈和公主的配 都鎖得那麼緊 這兩個都絕對炮灰 火生軍那邊 火生軍那邊 也是 有斯萊恩 為了令自己的權力更加崩固 讓自己可以成計到八卓的位置 沒錯 這個時辰之刀 又出現了一次 這次時辰被人悶恥 這次又被人背捨 這次是 然後到他能夠得到這個養子的身份之後 就立刻就 這個養子的身份是不夠半天的 因為八卓已經要立刻出擊了 是愚蠢的 你不夠半天 未認同你 對面已經死毀了 那會不會承認你 其實我在旁日都覺得 做戲都做全套 不要這樣 我沒有說 那天呢 太明顯了吧 剛剛遺囑的名字 你才想要什麼 你老爸就死了 對 你過橋抽牌 過橋也不賠 對 這次火石真的無路 沒有任何質疑 不是 我覺得你說這些東西 其實你好像說 你在說銀英傳裡面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知道 就是銀英傳裡面 帝國軍那邊 其實他們的成計架構是怎樣 他們那個風土文情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說 你暗了一個人的話 其實你怎樣去搶拳呢 我覺得OK的 但是這裡的話就是什麼 整個火星 我們唯一見過火星是什麼呢 就是 焗一張床 真的 很有火星的感覺 當年 跟著A.G.E.在蘭 他都一集過火星的民間情況 以及一集警訊的情況 說我們很慘 這個時限單位有多慘 我們沒有藥吃 我們生活很差 一集再做 這裡是沒有的 火星怎麼差 不知道 他說階級的殘好 不知道 有歧視很嚴重 我們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他說完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唯一可以說的是 火星是一個群同國巨 自己自立諸侯的年代 所以誰叫咪跟我說 我要做白雀 其實就沒什麼了 基本上 我覺得整件事最恐怖 或者最可笑的地方 就是 好辣 收一個曾經射殺過他 但又救回他 還要威脅他的人做養子 還要好重恨他 不是 那個問題就是 因為白雀是說了一句 我始終都要找一個承繼人 定王是什麼 因為被斯洛恩 射了幾張之後 失血過多賢 拿捕捲了二元 其實在斯洛恩那一刻 我曾經有想過 是不是斯洛恩是用Cookiesis 去洗腦招 本身 白雀 其實是一個反王國派 你如果告訴我 意義上真正可以承繼到我的事業 我這個這樣的事業的人 之前有說過 我翻 你問斯洛恩就說 這傢伙夠野心 我喜歡 背似這些我最喜歡的 我當年也是這樣搞 我都想搞你 我都想搞你 國仔反誤 國爆都反誤 這個固然 當然你說 鬼獨騎士 也是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鬼獨騎士等同於領主 他們有自己的領地 他領地其實等同於一個山寨的國王 在他的小庭園裏面 有些改道騎士就說 不滿意斯洛恩 就說 什麼都你吃光了 分點餅出來 好 然後決鬥了 其實有趣的 現在是一個政治局面 你決鬥 殺了反對你 或者用騎士名譽的人 其實他底下的人都不會服你的 就是殺完 沒有的 殺了個主帥 其他人就會全部歸順 沒有的 他自願其說 解釋是震懾了那些人 沒有用的 你發覺他下面那班 竹仔沒有腦 沒有角色的 你見斯洛恩 竹仔說 其實我們很反對火星 這個系統 只有他一個反對 又沒有人出聲 就算你說 斯洛恩身邊的謹慎 他亦都鋪排過 他是一個 不是什麼貴族出身 他都是靠他父母 公書教學 給錢送他去 這班貴族的身邊 等他可以有機會出頭 這些角色其實 他其實是拿來想說 火星的文化 是多麼守舊 也都提過一點就是 就算被他們攻佔了地球 我們這些平民階層的人 其實生活都不會好過 因為大部分資源 都是向上流山 他們都是不會分到任何的餅 他講過問題 但其實他只有一個 會這樣想 你以其他火星騎士 鬼道 那班貴族是沒有發聲的 他們沒有反過這件事 就是國外圖的情況 他勉強想解釋那個方法 就是 跟著史洛恩就是 用那個火星騎士資源已經沒有什麼 所以就要攻佔地球 揮開新王國 其實所以我會比較認同 有馬的說法 就是班人根本就沒有腦 其實就見到一傢伙說話 那就聽囉 其實 最沒有腦的一件事其實是什麼 本身 所以國王已經決定說 我攻打地球 然後 然後 要做什麼呢 利用二公主 假扮這個公主的身份 然後跟著就說 我要成立一個新的王國 在地球上 那麼 首先這個case 第一件事說的是什麼呢 半變 即是 是啊 即是你成立一個跟浩斯不同的王國 而他是做國王 那麼 你一個國家裡面 不可能有兩個國王 那你真是一個新的王國 那那些鬼道騎士要什麼呢 即是我們是半變 是啊 其實那些鬼道騎士 都令到 這個火星騎士真的令他很亂 好啦 那些人又好像很聽國王的說話 但其實他們有公主說話 他們又聽完 那現在公主說的東西 跟國王說的東西相衝 那他們想怎樣 國王現在跟他說 我要攻佔地球 即是如果攻佔地球的話 地球就是要動施的 那原來公主告訴你 我也是攻佔地球 但是攻佔地球之後 地球是不屬於動施的 那即是什麼呢 半變 我剛才這樣說 即是半變 那些火星騎士心想 你兩副女子先搞定 好嗎 你一個說這樣 一個說一樣 想怎樣 而如果在於 在那個情況沒有抵觸之下 我是沒有可能會幫斯萊恩 其實我也在打 我不要自己做國王 我不是自己做國王 我打我照打 我需要特意加入你那邊打 打完之後 那個餅長也是有分的 嗯 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斯萊恩可以自立 做這個八爵之後 有這麼多權力可以排除他的異己 明明最大權在手的 應該是國王 他講到就是 本身八爵 本身已經是手壓大權那種的 級數的人 他承繼 就承繼了這些 權力 當然不知怎樣承繼 你通常叫做 所謂的權力核心 講的東西是什麼呢 貴族之間的網絡 他是信那個人 他不是信那個爵位 當然他很簡單說 我承繼了 總之他的所有的關係 全部都承繼了 你沒有可能的 而阿波多斯奧議櫃裡面 他把這些所謂的外交牌 政治牌那些東西 全部淡化了 總之 斯萊恩說 搞定了 可以的 其實就真的搞定了 他就相信白雀的位置 首先我又不明白 時辰白雀 原來有這麼大的權力 我根本第一個位置 帶不到 好了 到他的時辰白雀死了 現在他繼承白雀的位置 他的朋友 又這麼相信 斯萊恩 又立刻去跟他 效忠他 我真的完全理解不到 為什麼整件事這樣 他們叫做什麼呢 統一到白雀的勢力 就是因為什麼呢 斯萊恩 突襲這個地球軍的基地 單機突襲 然後就好像為白雀報仇 然後全部人就說 哇 很有能力啊 這個人 值得我們為他賣命 還有順責就是 幫他爸爸報仇了 好啦 那些火星人的想法 都相當之幼稚 果然是新手 他是太天真 你不可以用正常思維 用太多人的想法 他太天真 我不只能說 那些火星人 原來真的不懂拳鬥 斯萊恩能夠明正言 是因為 義公主 沒有公主的身份 說他下嫁於這個 叫做什麼呢 叫做什麼呢 叫做啟動拳 叫做啟動拳 還給他 然後 名正言神 叫做新帝國的國王 其勞工 那這個位置其實 當然你說 在這條橋上 算了 然後到公主 真正的 西亞公主醒來之後 然後就搞笑了 整個故事就 本來我還有些期待 我已經不想 我盡量不套租 那些奪權 那些東西 正如當年 在魯魯修 覺得魯魯修 做了國王 整件事會 然後就出現這個火星世奸情 然後就開始 我不明白為什麼 最有趣的地方 當然 斯惠一其實叫做什麼 你一直不明白他的心態 是什麼 他是想保護公主 其實他是想 保護公主是需要奪權的 其實當他坐在八爵的位置之後 他藏了公主 我告訴你 你這麼失陪我 有什麼都好 是不會影響到公主的問題 不是 你見到公主質問他 他不是所謂公主 其實他根本其實是想 你見到他口聲說公主 其實是想奪公主 他想拿權 自己做自己的皇帝 他不是真的想幫公主 你見到他 或是想說什麼都好 後來你走到已經出了他的真心意 不是啊 他那個人是很混亂 不是 他說你是偏劇混亂 你搞錯了 兩者 偏劇令到他那個人很混亂 他真的很混亂你回去 在於他覺得公主 唉 寫不到又這麼危險 不行 他說公主報仇 我要去 侵佔地球 這樣 他就寫了 為何會寫了 然後就開始寫了 因為整個公主的意志 裡面是不存在 再攻打地球這件事 當然 他叫做 他叫做怪罪 那意義就是因為 因為公主 下了地球 然後簽了地球人 他的槍就是因為這樣中 而那槍最大的兇手 他就覺得是伊奧華 然後他又見到伊奧華 還沒死 然後他又說 不行我一定要先打敗他 這個就是火色洗奸情 你搶我的女兒 我不會放過你的 他不是真的想幫公主 他只是想報仇 打多一條情夫 你明白 男人這家搶女這家 通常都是比較小器的 你明白嗎 是的 當公主醒了 跟著他就說 他就禁固了公主 因為他洗濕了頭 就不能夠放公主出去 其實呢 就想被金屋藏高 其實呢 那個位置就顯示了 好像就是 剛才有馬桑說 他再不是一個其實 單純地 希望公主幸福的角色了 他是有了自己的目的和權謀 一直說他有個夢想 我有個夢想 因為他經常說 我是沒有夢想的 那些人就說 哇這傢伙很有夢想 就是深刻我不知道 他的夢想是甚麼 然後 究竟他的夢想是甚麼 其實他的夢想 我們最早知道 就是他希望公主 可以幸福快樂 然後跟著呢 到了就是 他打地球 公主幸福快樂 其實兩件事連在一起 他幸福甚麼呢 都是那句 他只是想報仇而已 那些人打我 我不行 然後就去打 然後到公主 在逃脫了之後 八爵的兒子告到來之後 我稱為這套 是一套完全執移攤 最後所有主角都搶不到公主 八爵的兒子說 哈哈最後都是我贏的 其實是 這個就是世間 常常最重點的地方 你不說 一百爵的 你還沒說 你還沒說 重點其實都不在於說 八爵執不撿到女兒 重點在於就是 之前出廣播說 駕駛 然後這裡又出廣播又說 我駕駛這條仔 你這個公主其實是否沒有政治威信 即是說是不需要為你自己 講我的話負責任 好 火星人是瘋的 天真得仔 即是講我的信約 他不會理前後矛盾問題的 正常來說 你叫公共播 A 今天公主說我今天嫁給A 第二天 報紙又說他嫁給B 第三天或者C 我們玩東西 是不是這樣 火星人會這樣想 但火星人沒有這樣想 完全是那種風火氣諸侯的級數 我嚇到幾風火氣諸侯 至少這樣說 其實火星人都應該很亂 因為他們準備出擊軍事話 停止戰爭 還有一個公主出來 又來 又來 發生什麼事 你三天前跟我說 三天後又說不打 你們想怎樣 你們 究竟打還是不打 這就不是白毛自己想 這本身是政治囚脈 當然你說 白毛之前好像要下定決心 就算公主多麼不開心也好 我也要成就這件事 我最終目的都是為公主 你不要理他究竟中間有什麼思心 他自己自我感覺良恐 是為了公主而戰 然後公主 之前 在他面前說 叫他收手 他不收手 在公告說完收手之後 他說 他沒有收手 我覺得 那你想怎樣 怎樣 他完全是那種 首先他一開始 他洗濕了頭 心想 玩大了 算了 頭都洗濕了 就照去 然後發覺 不是 公主現在出了臉 停止我 然後冷靜想 還是不玩了 很兒戲 真的要說 突然之間 他會說到他好像 很有政治手腕 自從 升職之後 人又刑仔了 做事又殘落了 又有政治手段 又高明了 那些女兒 又開始 有些女兒 好像很威威 但是 一舉完之後 突然之間老殘了 都說了 這是火星世奸情 火星世奸情的地方 就是在於什麼 女主角一句說話 就永遠就令到 男主角團團轉 圍著她 然後更加不得不得 就是 最終 中間那些 很多東西是不說的 因為這套東西 真的太多東西說了 我們 最後 叫做他們 兩個人單挑之後 伊奧帆成功地挑贏了 這個 這真是好笑 這真是世奸情最恐怖的地方 其實他們打算不打 然後為什麼要打 我不分輕 我不強 然後兩個就不可以打 兩個都打了 兩個都打了六寶 打他打到一櫃呢 其實我當時覺得 你明則如先 開始爭了 就算了 這兩個人 斯萊恩 輸了之後 然後 情況好像第一季的逆轉 伊奧帆就拿一支槍 對著斯萊恩 然後就說 斯萊恩叫他 來你殺我 他說 突然現在聖人體化了 這裏 我上次射你這裏 你射我 射我 最後 公主叫我的位置 我說不要殺 最後他就被這個地球人監禁了 急失培育 這傢伙呢 是一個少尉 一個少尉有什麼權力 說一個 這個是叫做什麼 甲級戰犯 老實講 而且就是說 不殺他 有什麼原因 是沒有原因的 他不是說 這個人還有政治籌碼的利用價值 所以我不殺他 這傢伙已經身敗名裂了 簡單來說 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人 死亡都沒有用的 我還要浪費錢去養他 不是吧 他家庭和洛基同級數 洛基是雷神弟弟 有這樣的代曉正常 他不是 大哥 你哪有跟你說情 沒有的 他有這麼漂亮的房子 有沒有搞錯 就是說 如果他是回到火星的話 我可以 因為火星要他加一個人出來 就是公主為了補他 然後是否說 用任何的一切條件 就是為了補著斯萊恩 我覺得這樣你咬得通 但是由這套煩這邊 去補著他的話 是完全於理不合的 這是基情 我覺得最好是你回去做什麼 這兩個其實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愛情故事 兩個其實都是一隻兵 不論是麵炭還是白毛也好 公主就跟麵炭說 你要護著白毛 其實他心裏面說的就是 你幫我頂住他先 不要幫我煩住我 跟金毛拍拖結婚 你就先搞住他先 然後他就肯做兵 又幫忙困住了白毛 然後白毛 一開始 根本由頭到尾就是 次頭次尾的兵 這個不用說了 我不需要說 看著殘酷的地方 在於什麼 那隻兵打生打死 搞好機也好 公主就 忘記了他們 我跟金毛兩個 就很和平很開心地 看著小鳥 你這樣想 如果你反過來 如果這個是公主的計劃 整件事就來得黑暗而恐怖 黑暗 你試想一下 如果公主當中是利用白毛 對他的愛毛 然後當中再利用了伊奧凡 他為了製造關係就是什麼 因為 因為開頭公主下來的時候 他是知道 其實人們是不接受火星人的 其實就是經過大戰之後 創造了公主 成為一個女神的角色 因為公主原本在阿波羅斯奧一季裡 其實他是有名無實權力的 然後跟著他再去拿實權 他真正是成為這個火星帝國的女王 原來公主成摩子奧來的這一套 什麼 還有所有罪名推銷在白毛那裡 白毛是戰回來的 他不是 公主沒睡的 沒事 不要變化 而問題在做什麼 這場戰爭是由一個地球人挑起的 因為他愛我 愛我的東西 你不可以放在我身上 之前那位公主是假的 替身來的 不是我來的 前面不關我的事 多棒 這場戰爭是由地球人挑起的 暗殺也是由地球人暗殺我的 整件事我是沒有錯的 我真是一個愛與和平的角色 這個火星世家庭之修兵器 就是這個 當然這套東西 它最終是咬不通很多的東西 因為其實這套東西 我覺得是有潛力做得好的 他其實是一套 我甚至覺得 甚至他報的線 他其實是走一條銀鷹轉的路線 其實 不是說單兵作戰 阿麵坦就是楊威里 這樣的角色 極級數的角色 最後 他是一種這樣的角色 這套是一套 銀鷹轉的 是孔有地 長篇的故事 但你壓縮成26集 現在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在演什麼 不是我覺得 一日最須是去緣 你知道為什麼 高山進言就是這個編劇 我心想 阿虛山 我打算寫這個火星世間情 寫小過程故事 你頭三集寫得這麼大 那我接不到 然後又要掛虛這個名字 老闆跟我說 不行 掛不掛虛這個名字 沒人認識你 最底是 大家 其實 好似說最後 監督在Twitter上 解讀他為什麼 這樣寫這個故事 而他解讀的原因 他跟故事裡面的人 一樣 說了是等於沒有說的 是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那個角色 他一直頂下 看完監督講的 之後很明白 為什麼會出現 因為當我監督自己的思想 都是非常之混亂 我是理解不到的 當然 可以吵到Twitter 我覺得整件事都挺好笑 真是落差太大了 所以其實這套東西 我承認其實 機體是真的不錯 我挺喜歡 我挺喜歡地球軍的機體 一種而已 我真的挺喜歡 我也承認很喜歡 我是挺喜歡 所有的量產機 就是我很喜歡他們的裝備 他們的裝備我真的挺喜歡 但是這套東西 最終唯一吸引我的 就是這件事 最好少出現的 最終只有這部機體 就是很少打的 真的打得很多 好像革命機 這部機也是 我為這個青木監督 這套 他特別提到一件事 這套動畫 是他自己開了一間新公司出來 第一套擔當監督的動畫 第一套就爆死了 我為他爆了十秒鐘 拜拜 是的 我們這套 我們講到這套 下一節回來繼續 就好